本期故事又发生在机眼版中 本次的种子号为765110 这个种子是玩家的朋友阿坤给自己的 阿坤说里面会有好玩的东西 玩家很好奇就加入了这个种子世界 进来后玩家正常生存 他撸树制作工作台合成物品等等 一番操作行云流水 起初的世界内没有任何异样 整个世界一切正常 可正当玩家下入矿道挖矿时 没多久奇怪的东西就出现了 这是什么方块远古残害 What 这方块怎么会出现在主世界 看来朋友推荐的种子果然很奇特呀 随后玩家在这里又挖到了一块 不知不觉中 当他再次上入到地面时 外面的天色已经进入了黑夜 玩家决定就不在外面搭建房子了 直接睡到矿洞内吧 他很快便搞到了羊毛 制作了床 再次返回了矿道 入睡度过黑夜后 他打算将矿道的入口搭建一个门框 这样更安全一些 可随后他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匹黑色的马 What 之前玩家从来没有在这附近见到过有黑色的马 玩家还是觉得这有些不太对劲 不过接下来越来越奇怪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随后他在附近发现了一块岩浆池 仅仅只有一块 看来这个种子还真的很有意思 玩家截止到目前并没有害怕的感觉 因为他觉得这些奇怪的现象没有什么 可当他再次返回住所准备入睡时 他发现原本的两块远古残害 现在变成了地狱岩 什么情况 玩家这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总感觉世界内有东西在注视着自己 他感觉眼前的这只羊也有问题 他的行为看起来很古怪 他看起来特别的饥饿 此时玩家又想起来之前在附近看到的那匹黑马 他想看看他现在在哪 但是在附近找了大半天 都没有找到那匹马的踪影 当他准备返回住所时 他发现那匹黑马就在住所附近 不过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自己搭建的门框上好像出现了一个方块 他迅速的赶了过去后发现 这是一块远古残害 什么情况 怎么会凭空又出现远古残害 玩家一个转头的功夫 下一秒 这个远古残害就消失了 玩家开始慌了 并且随后他听到矿道内传来的声响 他怀着忐忑的心打开门下去查看 并没有什么东西出现 随后他便再次上入到了地面 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太阳公公也正在慢慢归西 突然吓一样 世界内响起了一阵极其刺耳的警报声 并且屏幕开始发生故障 接着再次恢复了正常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黑 玩家打算去睡觉度过黑夜 当他再次下入到矿道内时 一个转身 一双星红的眼睛盯着自己 故事到此结束 哎呀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